杨贵妃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美人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的女星去饰演过 而且这些女星都是颜值出众 见之难忘 但是最让小编印象深刻的 却是燕桃所饰演的杨贵妃 不仅脸美 姿态和形态也超美 燕桃是位很优秀的女演员 她出演过不少非常好看的作品 也获得过不少奖项 她不仅获得过两次白玉兰奖优秀女主角奖 还获得过第二支九届飞田奖优秀女演员大奖 而且燕桃的美就在于她的微胖 就是那点点微胖 看起来极具风情 现在很多的女演员都在追求着受到极致的美感 但是其实就个人认为 微胖看起来反而更具女人味 虽然在燕桃出演武则天的时候 经常拿被网友吐槽说太胖 但是就是这样的微胖 才符合唐朝那时的审美 毕竟在唐朝可是以胖为美 小编觉得樱桃如果是生在唐朝的话 绝对是个宠妃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十足女人味的燕桃 她的感情经历却不是那么的美好了 燕桃曾经有段鲜为人知的婚姻 还是因为在前夫受审的时候被扒出来的 那时候人们才知道燕桃原来已经离婚过了 而燕桃的前夫也因为触犯法律因此入狱十年 很多网友也为燕桃早就离婚了而感到庆幸 之后燕桃就有了一段合金语的跨界的文体令 还一直备受众人关注 但是到如今也没有具体可靠的消息 来说明燕桃如今的感情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说如今的燕桃到底有没有结婚 这个事情还不得而知 而她之后和富商在一起的消息 是否是真的也是无法分辨真假 但是如今三十八岁的燕桃出席网活动时 齐光彩依旧夺目 就是因为微胖所以身材才能够如此丰满 一贫一笑都充满了风情 而且岁月并没有带走燕桃的美貌 而是给她增添了更多的女人味